内政部长林先生在内政委员会中,就内政部批证提出报告,其中包括民政、户政、地政、劳工、地政和民建等部分的重要批证情以及今后的工作重点。 林部长报告以后,与会委员曾经就有关问题提出执行,分别由林部长提以答复。 教育部长蒋燕市在教育委员会中,在教育部去年7月到12月的重要批证提出报告,其中包括加强民族精神教育、改进大学教育、筹办工业技术学院、通广职业信念、提示国民中学指导工作、促进国际文教合作、推行社会教育以及发展国民体育展。 交通部长高预处在交通委员会中报告指出,63年度交通施政计划要点是,积极办理整体运输计划,发展行业业务,加强路阵建设,推广邮电业务,加强地项服务,发展观光业务,以及加强交通安全等。 此外,高部长还报告了高速公路、桃园机场、铁路电池化等六项建设的进展情形。 财政部长李国鼎在财政委员会中报告说,过去几个月,我们的财政经济面临国际物价冲击的考验,进而各部门配合因应,在新政院的正确领导下,现在已经已过天平。 李部长并且还就财政部的这项工作,国库管理、户税、官务、金融管理等重要施政提出了报告。 经济部长孙运玄在新纪委员会中,就去年新纪部重要工作和金融成果提出报告,其中包括经济成长、能业、工业、国营事业、对外贸易、投资情况、证券市场和物价成。 郑部长还报告了当前面临经济情绪和经营的工作重点,以彻底执行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等。